根据国家发展委员会推估 台湾将于2025年步入超高龄社会 随着劳动力日益短缺 促进中高龄者就业 并充分运用人力资源 成为补足缺口的新解方 然而适合年长者从事的职缺数量 与类型有限 即便中高龄人口逐年增加 也难以实际进入职场 为建构引发友善的职场环境 中高龄者及高龄者就业促进法 在2020年12月上路 其中规定 雇主不能对中高龄者 高龄者有差别待遇 希望降低年长者的就业门槛 根据劳动部统计 在110年 45到64岁的中高龄求职者 高达22万人 65岁以上 高龄人口中也有1万8千人 有意投身职场 贡献一己之力 尽管政府制定专法禁止年龄歧视 仍难以杜绝雇主的刻板印象 其中高龄求职者碍于生理限制 难以从事体力劳动 或工时较长的工作类型 大大限缩求职的选择范围 而根据行政院主计总处统计 110年 我国50岁以上的劳动参与率 皆低于南韩 新加坡 日本及美国等国 其中 65岁以上劳动参与率 仅有9.2% 远低于各国的18到37% 现实社会上面 多少还是 在灭谈的一个过程 多少还是会让他们有感受到 有年龄歧视的这个问题 在新北市三重就业服务中心 有去找工作 如果说我年纪那么大 很难找 随着岁月积累 中高龄族群处事相对圆融 拥有更丰富的经验 与纯熟的技术 有助于产业的推动与传承 为了让中高龄族群顺利就业 台北市就业服务处 也于12日举办 中高龄就业博览会 邀请多家引发友善厂商参与 试图从现有的产业环境中 开发合适的工作机会 其实现在我们台北市就业服务处 也有一个新创 引发新创的东西 其实他们就是在针对与职缺 去做一些拆解 就是去研发出一些新的 工作职缺是适合中高龄的 透过我们中中年这一代 把老一辈的经验器收下来之后 再加上一些新的 比如说OK 我刚刚提到的一些 电脑方面的能力 机械使用上面的能力等等的 去综合起来之后 去把整个优势去放大出来 尽管中高龄族群的求职度看似崎岖 但仍能为产业贡献过往经验的价值 未来如何凸显并且善用年长者的优势 让他们回流劳动市场 成为高龄化社会必须学习的课题 记者陈欣 黄兴梅 廖佳佳 台北采访报道